為了高雷民眾來自入表 嘉義館政府配合中用 除組新冠疫苗入表 這日期到四月十號 一九月來,六十五月以上的點子 以及五十五月以上的原住民 在嘉義館接種第一期支 也就是對家第三支 就能獲得五百元 更價達的禮品 二十八月到六十四月民眾 接種第一期支入表 也能獲得兩百元的禮品 為了高雷 接種第一期支 也就是對家支第三支 就能獲得六十五月以上的點子 也就是五十五月以上的原住民 蔡英雅政府接種 自三月十號起到四月十號為止 加馬提供五百元更價達的禮品 二十八月到六十四月民眾 接種第一期支入表 也能獲得兩百元更價達的禮品 國內的新冠疫情相較於純事件 是相對的一個穩定 但是社區還是 有出現了一些零星的案例 為鼓勵大家 有越接種疫苗 可以打造自己的 資深的免疫力 所以我們嘉義縣 從三月十號起到四月十號 只要有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 或者是五十五歲以上的 原住民鄉親 不管是接種第一劑第二劑 或第三劑新冠疫苗 都可以獲得五百塊以上的等值獎勵品 或者是禮券 當然一般的鄉親 在三月三十一號之前 只要接種一二劑疫苗 一樣也可以獲得兩百元以上的 兩百元的等值獎勵品 我們重點是要鼓勵鄉親 一起除了保護自己之外 也要來共同打造社區的一個防禦率 那提高整體疫苗的這個覆蓋率 那相關疫苗接種的訊息呢 可以進洽各 相鎮衛生所 或者是合約醫療院所 那當然也可以到衛生所 或者是衛生局的網站 來做一個查詢 那歡迎大家一起來 踴躍接種疫苗 衛生局說 我國自三月七號 風寬減疫苗出息 經過分析 我國歐米空的病例 十天來可以減出 雍生的比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一可能進入社區造成危險 要不然接種COVID-19疫苗的項目 若是嚴謠發生黨禎 跟希望的比例較高 接種疫苗可以降級 項目的項目的項目 因為感染造成黨禎 等於而這是希望的項目 要項目的項目 向右項目的項目 向右項目的項目 謝謝你們新聞 中海星 感義觀 彩虹報道 接種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